大家好,各位听众,5月6日星期五 又到有Q仔母公年的时间 例牌又买一下讲号 因为这一季还有几集 在6月初就会完结 现有的订户和听众 如果是支持这节目 就可以提早续订 如果在YouTube或其他地方 听到的节目有兴趣成为我们的听众 或者订户的话 就可以用以下方法 大家的方法最简单 再用ATM过数 D18的母公司就是 Global Chinese Network Limited 银行就是恒星银行 户口号码787-087-998-883 入了数之后 就在入数之后 写下你的姓名 字幕名称 联络电话 电邮地址 然后WhatsApp去 9167-1611 或者E-mail去 info-info-at-d18.net 第二个方法 也是通过银行的转数快过数 收数的枉号码 枉名称是 Global Chinese Network Limited 手机号码是 5479-3995 有数之后 一样 在入数之后 写下你的姓名 联络电话 电邮地址 字幕名称 然后WhatsApp去 9167-1611 或者是电邮去 info-at-d18.net 第三个方法 就是亲自上D18 在上环的专门店 地址就是港铁上环站 大唐内5号B 在E出口 大唐内会见到 营业时间 就是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点半至晚上7点 星期六日 和公共假期 就是上午10点至晚上7点 如果有任何变动 就请参考 上环D100 Facebook专门公布 以公布为准 最简单 就是在网上报 就可以了 D100的网站 就是www.d100.net 用PayPal 或者CreditCup 付钱就可以了 如果报名之后 有任何查询 或者想加入D100 有Q做没有穷人 的私人群组 WhatsApp群 就可以致电 22971825 如果想参加 我在Facebook上面 的 营专门Q仔 自己有的私人群组 每周在那里 就发放比较详细的 财经资讯和分析 赛卖日 亦都会提供 即场分析和提示 就可以 就是E-mail 即将你报名的资料 E-mail cfqlai 在Yahoo.com.hk 好了,言归正传 今天港股追随美股 因为美股今天大跌超过1000点 当然低开 昨晚夜期 都已经下跌400点 今天低开500点之后 基本上在560-70点和400点之间 是回来徘徊的 现在跌穿10天线 事实上昨天 前一天 美股大升接近1000点 恒指本来是高开的 一度冲破20天线 但到最后倒跌 固然就是 本身中概股 有很多不利的消息 首先宏观来说 大陆的经济很明显是非常差 你看财新服务业最新的指数 从来试过跌到37点多 财新服务业的PMI 主要是一些普通中小企 商业企户 一般私人开的店 反映大部分普通大众的民生 即是在4月份内部消费非常疲弱 反映在这个障礁里面 其实已经见到 当然其中的原因 就是疫情恶化 尤其是在大城市 好像上海 搞了整个月 幸好现在叫做 初步受到控制 每天各种数字 都落到5000多 但很多地方都未全部 恢复社会正常活动 深圳也停了一个星期 其他广州也受到困扰 北京也开始受到疫情的影响 所以就算这个5亿的黄金州 其实都比过去大为失息 没什么人出去外面旅游 所以服务业的PMI就下跌 另一方面 就算是国企的比较规模大 所谓规模大 大概是请到2000人以上 在4月份中 中国制造业的PMI 亦是47.4% 比上一月 对上跌了2.1% 低于50% 即是在收缩经济 这固然不好 虽然中央不断想想 刺激经济 无奈疫情 刚刚习近平召开的政治局常委 居然坚持继续动态清零 即是说如果这个病毒 阴云不散 或者新的病毒 又再来的话 中国经济肯定会受到困扰 你看看外面的数字 虽然就是所谓第五波也好 有些是第六波 已经出现第六波 其实都没停息过 美国刚刚这两天 死亡人数已经突破了500万 全球这两年 因为疫情死亡人数也超过1500万 美国最新 虽然每个数字里面 都只剩下几万的确诊 但已经出现了一种 发现一种 由Omicron中 BA2变种出来的新病毒 比原有的BA2 已经快过Delta多了 成十倍了 这个还比它快至少25% 即是又再来过了 另外南非又出现了变种 所以随时 虽然中国就是所谓 对外不是全面开放 外拒传入 但始终你不能跟整个世界 完全是正确的 如果一旦传入中国 又再来过的话 经济也不方会好 所以现在这个位于最新的评估 中国本来在两会里面 预计今年可以 希望目标是GDP每年升 今年升到5%甚至5.5% 但最新的 这位就认为可能只有4.3% 现在刚刚第一季就过了 第二季就是 虽然第一季是增长 比美国好 GDP缩了1.4% 但第二季我相信如果疫情 不能够解释 可能会打幅下调 绝对不奇 现在唯一的对策就是 全世界都是跟美国收入水 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放水 一个是日本 所以这个日元跌到 终于破了六算 现在不需要兑换1万元的 1万日元 也不需要600元港币 其实这个数字还有一点 我都说过 是未见的 起码下一站 应该可以去到1.3.5% 这是第一站 如果再差一点 就是会去到1.4.5% 绝对不奇 因为如一很简单 刚刚联储局开完会 说明了 今次一如如期加0.5% 变成联邦基金会率 已经去到0.75%至1% 未来 去到9月3日会议 全部都会加1.5% 就是2.5% 这个水平大概 就在上一次 这个两个月分钟之后 2015年开始 这个加息的时候 总共都加了2.25%至2.5% 但这个很明显未完 因为很多专家 或者今天 为什么美股昨天大升后 今天又大跌 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 联储局太个指挥士 以为可以控制到这个通胀 实际上 在现实生活里面 不要说官方数字 官方数字就是 上个月就是8.5% 这个是CPI 这个是消费物价指数 但如果扣除核心的食品 和这个能源价格 都6.5% 联储局就计6.5% 就不是计8.5% 但在现实里面 分通都不止这个数 所以他们对这个白维尔说 美国经济会Soft Lending 绝对认为是假的 今天10年债息 飙过3厘 所以那些估值高的科技会 全部倒下了 你看这个数据 就是现在以前 美国一直撑起 就靠FAN 就是靠那堆Amazon Apple Facebook Meta Netflix Google Alphabet 都撑上来 但现在这堆 巨无霸 合共都跌了29% Netflix 不用算 上个星期大家知道 Netflix跌到几天之内 可以跌四成 是几凶险 所以在今个星期 在大旦之前 其实由今年年初到现在 美股分别 如果是说Netflix 就已经是熊市 因为已经跌超过20% 至于其他 S&P都跌了13% Dao中就比较好些 9% 为什麽呢 就在旧经济顶住 那现在 在美国 上个星期 这个 美国股神 巴菲特 就大举入市 不过主要是买回这些 传统的 按照一向的投资哲学 买那些 我们见得到业务稳定 譬如你们Walmart 譬如Cocacola 麦当劳 银行股 Bank of America 这些就是 这个美国股神 巴菲特喜欢买的 啊 有些训练 这些训练 这些训练